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PVP系统麦可 今天是2019年的7月6号 星期六下午的5点32分 那么今天这一周没有在星期天选择直播而是选择录播的方式 而是因为我明天有事情要需要外出 所以说明天早上9点就直播的话赶不上 所以说这边的话采用录播的方式给大家呈现这一周的研报 那么事不宜次我们现在马上开始了 那么刚刚因为录制事故的原因 那么这是第二次去录这个视频 那么这边的话我快速的过一下上周的概要 那么首先的话股指方面 股指方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上周的话就是急剧的走高 那么走的最高的东西则是NASDAQ1.7% 而垫底的东西则是Russell0.37% 比这边这个divergence这个背离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因为罗素的话通常来说都是一个比NASDA要更好的一个风险喜好的一个风向标 所以说这边的话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罗素后面走势 因为如果说罗素后面开始往下走的话 整个市场上攻的势头会减弱不少 而且是变得非常非常的脆弱 毕竟目前市场从G20之前到现在我们已经涨了非常多了对不对 所以说下面如果说罗素这边出现回调的话 整个市场一起开始回调这个概率就会大增 那么下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能源板块方面 能源板块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原油就是在往下掉 这个上周我们在这个周末元报里面想的事情差不太多 原油的话这周可能是需要回调的 即使在星期天高开我觉得它也会往下掉下来 而这个猜想也被完美的这个印证了 所以说原油上面上周的话我们带一些做空的 这些push spreads进去这个G20 那么当然星期天晚上的话非常非常下来的 但是即使在星期二星期三的样子 我们就已经可以盈利把这个push spread给拿下来了 那么汽油这边往上走 那么就抹掉了一些原油最近跟汽油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背离 所以说能源板块里面没什么特别好看的 就是原油这个分析我们待会后面再会详细的做 然后继续往下走的话就是波动率方面 波动率方面大家可以想象的到就是这一周 所有的指数都在往上走对吧 所有的资产类别基本上都在往上走风险资产方面 那么除了原油波动率方面自然也是往下走 这是符合逻辑的一件事情 这边波动率方面没什么特别好说的 然后的话就是黄金跟美元了 黄金跟美元方面黄金这周下跌0.8% 那么当然上周的话给大家一个点位1385去买黄金的点位 之后黄金冲到了1441 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笔trade里面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在这笔trade里面也没有关系 那么下一周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点位可以买黄金 那么这个在后面再详细跟大家讲 美元方面的话我觉得后面这一波 基本上已经摸到了美元反弹顶点了 可以再往上走那么一丁点 一丁点吧 就是再走个往上走个两三毛钱的样子 但是你说美元这边再继续往上大幅的往上走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 然后就是国债方面 国债方面的话收益率这一周的话是往上走的 那么原因的话就是因为这一份 星期五的这份非农报告 星期五这份非农报告的话 这个数字上面看起来非常漂亮 那么这边的话大家就在想 到底这个FED会不会降息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认为目前FED 大家市场对FED这个降息预期有点过高 所以说觉得国债那边往下走 应该来说是一个怎么说很合理的一个事情 这基本上的话就是这一周的回顾 那么在上一周G20开完之后 跟大家讲一些G20之后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那么现在我们来回过头来看一下 G20之后我们当然是觉得能做的这些事情 到底能不能做 那么首先的话是S&P 这边的话我开个五天十五分钟的图 带夜盘 那么这就是G20的gap up在这个地方 那么在这个地方出来之后 当时的话跟大家讲过就是一笔 这个opening range trade opening range trade 那么在S&P上面的话其实是有钱赚的 就是我自己的话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opening range trade 这边可能要调回去这个地方可能有点麻烦 那么当时的话我就是在这个地方 70附近买的吧 然后最高的话到过这个77 没有走 没有走的话回来被这个 踢掉了这个break even stop 然后呢后面的话在这个地方买了 在这个地方买了之后 在这个星期一开盘 之之后不久吧 大概在这个地方 就基本上最高点走掉 那么这就是星期天晚上 glowbacks到星期一早上这个trades 也是跟大家在上周的这个盐报里面提过的 那么在上周的盐报里面提过的东西呢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说我觉得这边 在星期一的话可能会是一路fade 回来进去gap fill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边的话也是印证了这样的一个猜想 ok 这样子往下走 基本上来到这个gap fill 这样的一个位置 ok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原油 原油的话 那么情况跟这个指数 这是大同小异 而这边的话原油不仅仅回来gap fill 就是不仅仅回来补上了这样的一个缺口 而且它还是继续往下走 走到最低这个地方 星期三的这个 五盘这个位置 56.04 那么当时的话我们这笔 这笔交易的话已经是在星期二这一天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57块钱左右 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给止盈掉了 因为也是基本上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所以说原油这笔交易 work 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什么东西 这周另外的话还有 七七八八的一些做空做多的一些东西 例如说我这边还是给大家看这张图好了 因为这边这张图可能看的比较舒服一点 我看一下 Let's see show those 这边 这边的话则是在这个星期三 7月3号这一天 7月3号这一天只有半天 对不对 那么当时的话看这个market这个势头 感觉就要让去摸3000的那个样子 那么就在这边买了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回调 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买了小小的一个回调 那么首先的话在这边五个点先走 然后在这边收盘之前 收盘之前这个十分钟之前 之前在这个地方的话我就把这个头顺给放弃掉 在这个96左右这个位置 那么在这边的话它确确实实就是去摸了3000 但是去摸3000的这个动作 去摸3000的这个动作在这个地方 OK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在大家看下面看这个timestand 好像是15点钟 其实实话在这个10点14分 也就是这个星期三 期货收盘的这个时间 10点14分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high在3001.5 在这个你的屏幕的这个左下角 这个地方 这里有个小方框 大家可以看到high3001.5 这就是 星期三10点15分 就是西部时间收盘的时候 它的这个价格 那么当时的话我想的是 为什么我在这个50分这里走了 因为这个地方我想的是这个股票 在这个剩下10分钟就要关了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干脆把这个头顺给拿下来 但是这边它确实实去摸了这个3000 那么这边的话就是这个S&P 那么前面的话呢 这边我不知道能不能回到这个 这个星期天的这个收盘 我看一下 星期天的这个开盘 Glowbacks OK Glowbacks开盘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70这里bit进去 那么这个77也就是这个上面 这个77这里没有走 然后这个70这里 被这个break even stop给打出去了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63.5 基本上是这个low tick 这边买到这个下面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最低点是在63 63 然后上面的话 首先一个这个五个点先止盈 然后这个等到这个第二天早上 也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这比trade 在这个81这个位置 6.39分开盘之后不久 基本上全天最高了 这个地方就是把它给拿下来 然后S&P的话在这个地方附近 在这个地方附近 就是星期二的 不 星期一 星期一的这个五盘 这边差不多进来这个gap fill 那么大概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后面的话不用我说 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后面的行情是怎么走的 就是在星期三之后就开始reverse 重新往上走 星期四休盘 然后星期五的话 这个飞浓 对吧 星期五这个飞浓开始往下掉 然后往下掉了之后 那在这边继续 这样子往上这样子走 ok 这就是这一边 S&P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交易 那么另外的话 那我们这一周还做了一些其他有趣的一些东西 那么记得刚刚在跟大家讲过 就是说 目前这个波动率算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方向 那么波动率低的这个时候呢 就是去买期权就特别特别的这个有优势 那么这边是一个在7月1号 也就是星期一 当天一笔 就是持续时间大概是在一分钟左右的这样一个交易 那么在这一分钟里面我们就已经可以将一个期权 基本上一个double ok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 原理的话就是当时 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时候 S&P这个期权 我给大家看一下 spx spx的这个期权 当时的话 他的这个at the money这个东西 他的这个波动率 他的这个波动率 大概是在1.5%左右 at the money ok 那么不知道什么是at the money的同学 就是这个行权价 他跟这个标的物的这个限价 基本上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这个这些期权 叫at the money 这个期权 当时的话这个东西 他的这个 啊这边的话这个圈圈 我其实圈错了 这个at the money这个波动率 iv 在这里 是大概在1.5%左右 那在1.5%左右的话 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 呃不如 对吧 去去买一个 因为当时的话 其实我们的这个 expectation 就是他走2个到3个点左右 这个期权就可以double ok 那么现在我们回来看一下 就是7月1号这一天 7月1号这一天 12点53分41秒 到12点54分43秒 这边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动静 那么这边的话 我用cri chart来给大家看 因为这边的话这个东西看的 看起来比较舒服一点 12点 ok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ok 这个是12点 那 大家看 12点53分41秒 就是我们从这个 大概是从53分这根bar 开始看起 53分 在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没有 12点53分这个bar low 在2966.5 然后下一个bar 54分到55分的这个high 在2970 那么在这边我用一根线 那跟大家连起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从这一边这个low 到这个high 就大概3.5 左右 那么我们正好是买在了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把它挂了一个double的这样的一个单1.5 把它卖出去 那么这个就是一分钟之内 一分钟之内 就就是这样一个从7毛5到1块5 这样的一个动静 那么这就是在低波动率环境里面你要去买期权 而且你要知道去买什么样的期权 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么在7月2号星期二这一天 那么看到这个市场对于星期一有所回暖 那么在7月2号这一天我们就决定去部署一些财报方面的这样一些交易 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进入财报季了 下周是银行 那么下下周开始到月底的话则是科技股这样的一些财报会陆续的出现 那么所以说在这边的话我们就首先的话我们是买了这个JP Morgan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么大家要注意这边财报方面的话我们大概来说都是用1000到1500块钱这样的一个风险去做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这边的话根据对这个标的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对这笔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感兴趣的程度不同 那么我们会用不同的这样的一些lot size去进行分配 那么大概的话都是1000到1500左右这样的一个动作 好 那么首先的话这边的话我们是买了15个JP Morgan在7月12号到期的115的call也就是下一周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大概是用了多少 叫他0.42吧就是42块钱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买了15个 OK 所以说这边的话大概就是这笔这整笔交易的话大概是630块钱左右 那么JP Morgan方面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因为当时的话它是在一个高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追高的嫌疑了 所以说不想在这笔trade里面放太多的这个risk 所以说这边的话这个是一个比较小的一笔trade 那么7月2号早上我们也买了这个Amazon 那么Amazon这边的话当时其实所有东西 其实对于所有东西来说我们当时都在追高 所以说在这边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当时想的是如果说你星期二不买星期三进来没什么成交量 对吧所以很有可能星期三他们会把这个市场push的更高 所以说星期二你不买的话星期三你可能也不会买 那么星期三你不买的话星期五你就更加没有机会买对不对 因为星期五的话怎么样一个飞农对不对 飞农飞农而且当时我们觉得飞农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周push过expective move 然后暴涨这样的一天那么当然现在事后诸葛亮他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 但是当时的话我们的想法是那个样子的 所以说在星期二这一天我们决定well我们买吧对不对买进去大不了 后面如果说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这个market往下掉的话 我们至少还有加仓的这样一个灵活性 所以说这边的话我们并没有allocate太多的risk进去 那么这边第二笔earnings trade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我们其实放earnings trade的时间 除了这个JPMorgan之外 那么还有这个amazon还有这个google 其实都是在同一个时间放的 那么amazon这边的话我们则是买了一个当时delta20 那么delta20这个东西这个magic number 大家一定要记住delta是20的这个期权 那么为什么要去买delta20的期权 那其实说delta20就是在expected move的这个边缘 就是一个标准差可就刚刚好摸不到的这个地方 就是delta20OK 那么为什么去买delta20 首先delta20的话是在整一条期权链上面 我说的是整条期权链上面 盈利的这个潜力其实是最大的 因为它刚好在这个expected move这个界上面 如果说这个股票发生了大于expected的这样的一个波动 就是大于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的话 delta20这个期权是整条期权链上面最有可能受益的 或者说受益的这个程度最多的这样的一个期权 那么另外 大家就是一般来说他们卖期权 他们都会挑在刚刚好在一个标准差上面的这个期权去买 所以说delta20你要是想去当买家的话 你会看到非常非常的多的这个卖家 愿意把这个期权卖给你 所以说这边就是我们选择delta20附近的这些期权的一个要素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去买delta20这样的一个加歪 而不是delta35 而不是delta40 甚至说delta10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样的一个选择 OK这边的话跟大家讲一讲这方面的这个知识 那么这边的话 这个东西我们就是进去花了这个8块2 到这个amazon这个东西 那么进去花了8块2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进去之后 这个market其实有往下掉过不少的 那也就是说当时我们花这8块2 其实后面的话可以花更少的这个钱去买这个东西 那收益率的话就更好看 然后买完这个amazon之后 那我们去买了这个google google的话这边是4块2毛2去买的这个东西 那么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说这边的话 amazon跟google方面这个risk allocation大概是不太一样 amazon这边的话我们allocate大概是1600块钱的这个risk在里面 而google方面的话我们只allocate大概是850块钱在里面 那么这边的话有点差距 那么这边的话又是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去买期圈的话 我们通常来说我们想去买两个 OK为什么想去买两个 因为如果说一个正好有那么一天的话 一下子gap up 然后你整个position 整个头寸double的话 你可以卖一半留一半 你剩下的一半是没有风险的对不对 你只是在用你的利润在玩 你可以去看是不是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 更多的一个空间可以让他走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买期圈的话 我们一般来说都是买大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因 OK好了 那么在7月2号这边大家可以看到8点钟这边的话 我们也只赢了原油当时的push spread 那么这边的话也是50%利润往上 那么来到这个星期三 来到这个星期三星期三的话这个市场非常非常的漂亮 对不对很漂亮的一个市场 东西都在往上走 那么首先的话在7月2号不好意思7月2号 那么7月2号这一天 我们首先我们就只赢了我们买进来的这个Amazon 那么这个Amazon的话当时是8块2买的 那么突然给了我11块8的这个价格 那么在一天里面 那么我觉得我们还是走掉走掉 然后或许后面会有更好的入场的这个机会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在7月2号这边先走掉这个Amazon 那么这边我们打的就是一个expective move这样的一个差 在星期二这一天7月2号 Amazon确实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rally 向上走的这样一个rally 所以说这边expective move受到挑战 所以说这边Amazon这个期权这个价格往上涨了不少 那么在星期三这一天大家可以看到早上7点38分左右 我们买进来这个google已经是一个double 看到没有这边是8块5这样的一个google 所以说这边看到一个double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google这个投顺也重新全都卖了 因为的话我们想的是去规避一个非冬的这个风险 因为在星期三这一天的话 如果说大家有注意每周去看这个expective move大概在哪里的话 星期三就是7月3号这一天我们已经是在这个expective move上演 所以说在这边拿掉做多了这样的一个头寸的话 绝对是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那么果不其然的话就是星期五这一天我们再也没有能够上去看这个expective move 那么这一边你可以说这个运气也可以说是怎么样也好 但是其实说周五这一天的话很多权种都是往下dip一点点 但是他收的这个价格却比我走的时候这个价格更高 这个就是一些怎么说呢 运气不好 大盘在往下跌 但是我做多这些东西其实并没有什么受到太多这个影响 好了 然后来到星期五的这个尾盘 星期五这个尾盘的话 我们对于星期一这个动作我们就顾忌重施 那么在这个7月5号就是星期五中午12点13分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波动率已经特别特别低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进去买了一堆这个标普上面这样的一些呃齐全 就是这个的话我们是用0.35的这个价格去买了去买了10个10个 就350块钱这个风险其实并不是很多听起来好像很多的样子 10个这个2995就是这个call 那么在12点30分的时候我们成功了就0.65 就差5分钱就double这样的一个价格 把这10个call全部卖了出去 那么在7月5号这一天呢大家可以回来看啊 在7月5号这一天 中午的这个ok这是7月5号对吧 这是开盘之后那个dip 然后我们这个单是fill在12点13分 整也就是这个地方 12点13分整也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开盘 然后我们是走在12点30分对不对 这个地方这个opening price 然后我们走在12点30分30分的这个open 也就是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左右 在这个地方这样子 这是12点30分49秒就是那个bar的那个后面 ok 也就是说这边同样的s&p往上走到三个点 那么这个期权的话基本上是一个double 这就是跟我们星期一这一个动作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一个 expectation 就是这个期权这个s&p往上走大概三个点左右 你的这个期权可以翻倍ok 这就是我们在这边做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一周的话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操作 例如说1385那个地方去买了黄金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么就不再跟大家赘述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把这个交易给大家看 那是因为我想让大家去知道expective move这个波动这个预期波动范围 不仅仅是在每周而是在每天甚至是每个小时 ok它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如果说你能够灵活的去运用这个expective move这个概念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市场里面找到就是不少的这样一些edge 因为当时的话标普就是说就1%点多的这样的一个price 就是这样的一个1%点多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率 这样的一个price range的话 你去买期权 不管你是方向性你怎么看 你就看你可以看跌你可以看涨对不对 方向性随你怎么挑 但是你去买期权的话你其实胜率是相当相当高的 因为标普在那个地方半天 就是说剩下10分钟30分钟40分钟的时候 难道连三个点的range都走不到吗 对不对 这就是市场目前没有能力去price这个波动 有效的去price这个波动 留下来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漏洞 这样的一个空子让我们进去钻 ok这就是我们这一周 钻了不少市场的空子 通过这个去购买Delta20这样的一个加外期权 去进行获利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好 那么这边回顾完了上周这样一些trace 那我们不如就来展望一下下周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首先的话是原油 原油这一边到达了我们第一个target 向下的这样的一个扩展 在56块1毛9 当然它最低的话是去到过56.0几 这个地方 56.04 但这个误差并不是很大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它已经到过了这个扩展位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波原油需要走到回去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扩展 我们才能说原油这边可能会进一步往上走 答案就是这上面59块3毛7 原油要走到上面这个59块3毛7的这个地方 我们才能认为原油这边会reverse 也就是原油要走到这个bar的这个高点这个地方来 那我觉得这边的话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所以说我觉得下一个做空原油的这个点位 在58块1毛6到58块6毛6之间 也就是这个50%跟61.8%的这个回撤位 然后我觉得原油会有新的一个调整向下走 OK 这个向下走的这个原因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市场对FED 这个今年内会继续降两次 甚至更多的这个锡的这个预期会消散 所以我觉得原油这边的话 应该来说还会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调整 那么如果说你不想去冒着一个 它有一个新的一个反弹往上走这样的一个风险 进去做空这个原油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通过原油这个低点 作为你的一个sell stop 就是这样的一个低点 作为你这个sell stop 56块04的那个位置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之前的话 原油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大阴线 然后往下走的话 通常来说都是还是很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空间 只要它能打穿这个低点 对不对 那我们继续回去往往后看 对大阴线 这样的一个阴线 对吧 打穿这个低点 继续往下走 阴线打穿低点 继续往下走 所以说打穿一个大阴线的这个低点 对于原油来说基本上是一个很稳的一个short 这样的一个signal 那么但是往下还能走多少 那我们要根据这次反弹有多高 那我们才能去定义下一个下跌的这个目标位大概在哪 但是原油方面的话 我觉得这周可能的话是一个小小的一个chart week 也就是说我觉得原油的话这边可能会先往上这样子 往上这样子走一点去摸这地方 然后往下掉回来 所以说我觉得原油这周的话应该是small unchanged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周 那当然如果说原油到了这个59.37 我去上的话 我们看空了这个观点 这个理由也就站不住脚了 所以说这边原油到底能不能站上这个59.37 到底到这个58块6到58块1之间 这个地方它能不能backoff回来 这就是下周我们要看的这个东西 好了 这是原油 那么下面的话我们来看美元跟黄金 美元方面这一周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spike到这78.6的这个地方 那么78.6的话是一个深度回撤 所以说我们目前的话 在短期之内我们并不看美元会打穿这个低点下去 但是我们会觉得我认为美元在这边应该会有个宽幅震荡 在这边上去上不去下也下不来的这样的一个进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大概是在这个96.75到97.5之间的这个地方 横向横向运动 那么美元在这边横向运动的话呢 那么黄金自然也就是这边的行情可能也就不会太好 那么这边的话我说的不会太好的这个行情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可能不会给你就是说一个很舒服一个holding period 就是说不会一直走一个train move往上走 那么这边的话 我认为黄金应该来说会继续往下回调 继续往下回调打穿这个1385这个低点 那么来到这个1375甚至是1369这样的一些地方 1375的话是我下一个买黄金的这个点位 那么在下面这里买了黄金之后 那么下面这个1369这边我就估计应该不会再继续买 但是在这个1349这边 那我会继续考虑是否能够继续进去这个黄金这里交易 那么黄金这边的话从这个地方 刚开始这个行情启动到这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1378的这个位置到这个1369之间 这个终点大概就是1375左右 所以说在这边的话我会很愿意在这个地方去买黄金的 那么这也就是下一个黄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点位 可以让大家去参考一下 那么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从这一波下面这个低点到这个高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下跌是远远的大于了这个78.6的这个深度回撤 对不对 所以说这边的话 目前来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了 就是黄金在这边可能会走一个扩展 即使它在这一两天可能会有一个viggle 这样子 但是呢我也觉得它应该会走一个扩展 到这个下面这个1370左右 这样的一个区间 最少最少会到这样的一个区间 然后再一个反弹 然后再一个下下跌 再一个反弹 再一个下跌 这样子做成一个像是一个卸行吧 像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卸行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可能为时一个月之后的这样一个期 然后再往上突破 走一个新高出来 这是最新的我们对黄金的这样一个看法 好了 黄金这边说完之后 那么到国债 国债这边没什么好说的 国债这边的话 这边跑掉了这上面的这个止损 那现在的话一点点反弹把这个空头给赶出去 但是我认为国债这边依然是要开这样子往下走 那么往下走的这个target大概就在这个地方附近 OK 这是国债 走到那边说 国债这个投顺依然还打着 最后我们来讲标普 那么标普的话 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有过一个这个高点expective move在这里 然后星期五我们有个低点 跟这个cycle 这个cycle brackets 大概是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我认为下一周的话 标普方面应该是会继续往上走 继续往上走高 如果继续往上走高 我们的target在哪 首先的话 我们来先来看一下 这上面这个target是从哪来的 上面这个target的话是从这个地方 是从这个地方 这个高点跟这个低点 组合而成的这个161.8这个扩展 那么这个扩展的话 如果说我们把它再开一个到百分之200 OK 到这个3055 会到3055这个地方 做成一个百分之200的扩展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则是这个高点 这是4月尾5月出了这个高点 然后一个大回调 对不对 然后这边的话我换一个颜色的比 好了 OK 换个颜色的比 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 跟这个低点 这里 那么这样的一个回调 上面这个target在3015 好了 这是127.2的这个扩展 那么首先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这里有过两次 三次吧 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回调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地方 给出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些target 它可以到哪 首先这个高点到这个低点 大家看到161.8 2995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到了 如果说这个地方我们要去百分之200的话 百分之200的话 大概是在什么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3015 对吧 3015 然后这个高点跟这个低点 到百分之 这个161.8的这个扩展 在哪 3013 OK 也就是说 我们上面经过这两个扩展 这个扩展的话应该是个黄色的 因为它不到百分之200 OK 经过这两个扩展之后 我们目前上面大概还有25个点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upside 小于百分之1了 这个upside 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到 OK 那么到了这个地方之后 我觉得我们应该会有个比较reasonable 这样一个pullback 然后我们再这样子往上走 OK 所以说这一周的这个upside target 就在3015到3013之间的这个位置了 那么到了那个位置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是远远不及这个expective move的 所以说这一周的话进这个标普里面去买期权 买这个premium 我觉得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主意 反而如果说它到这个expective move外面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去做空 进去买一个pullspread 让它看这个标普 重新回来到这个expective move这个range里面 这种交易 好了 这就是这周的这个周末视频 很棒的 这是这周延报里面 我们复盘了一下上周我们提到的一些交易 以及在这样的一个低波动的环境下 大家应该如何去选择去购买齐全 去投机这个市场的一些波动 在这个市场在预期没有波动的时候去投机波动 这样的一个方法 好来 那么财报季马上就要来了 那么下周的话星期五会有银行 那么在这个月的月中到月尾呢 则是科技股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财报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我觉得往后去对大盘这边做出争取的预判的话 就会越来越难 因为这些大权重的这样一些公司 会影响指数的这样的一些走势 我们只能把这个交易的这个重心 从这个swing变成这个更加日内向 一点点这样的一个看法 好 那么这边就先跟大家谈到这里 我祝大家这个下周交易顺利 那么喜欢我的视频给我点个赞分享出去 并且订阅 那么会有更多的这样的精彩内容带给大家 好了 那么这周就先这样子 我们下周末再见 李宗监